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抵败王室如何获费他们数十亿美元的财产 如果给你一亿美元 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我们就来说说身受爱戴的抵败王族Fazza吧 Fazza无疑是Instagram的王者 这位34岁的亿万富翁 每天都让他的930万名追随者 和396万名推特粉丝 一睹他的奢侈生活方式 来看看他价值7000万美元的私人游艇Smeralda 这艘长达77米的游艇 可以容纳12位客人 让他们享受最高级的奢侈 船上还有24名船员 准备在游艇上执行各种杂物 从抓饭到打扫房间 当然还要确保Fazza亲爱的Smeralda 不会装上任何较便宜的船只 抵败王室还拥有价值4亿美元 162米长的水上旁人大物 抵败号游艇 号称里面允许48位客人 可以宿舍睡觉的空间 另外还可容纳88名船员的坊间 然后是近90米长的Dubawi超级游艇 这可是一艘改装后的游轮啊 Fazza的兄弟Mansor 决定也加入到船档的派对中来 Mansor为自己买了一艘 价值1000万美元的 贝尼迪8号游艇 另外Fazza也喜欢豪火非凡的汽车 他当然也不害怕挥霍 拥有价值接近15万美元 豪火性能的罕见奔驰G63 AMG 还有一辆20万美元的豪火奔驰AMG SLS 你以为只有这些车吗 当然不是 他们还有一辆法拉利 兰宝坚尼 麦凯伦PE 布加迪威龙 法拉利F12 和阿斯顿马丁177 那么并不是只有Fazza才这么奢侈 他的兄弟满硕 也开着昂贵的奔驰车 而家里其他成员也都一样 家里轿车的总数已超过了100辆 里面几乎包括了所有著名的奢侈品牌 如宝马、老斯莱斯、奔驰、法拉利 以及一些绝版的老爷车 蓝宝坚尼和路虎缆胜 不仅是这家人的收藏品 而且他们还额外支付了一点钱 为整辆车镀上了一层闪闪发光的黄金 Fazza也是个动物献赏家 尤其是他特别喜爱骆驼 他所拥有的骆驼都不普通 据说有一头骆驼 是在一次选美比赛中获胜 并在17000头骆驼中 被选为拥有最具美感 可备的骆驼 于是他花了270万美元 买下了这头母骆驼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据报道他一天之内就花了近450万美元 购买了12头以上的骆驼 当一名阿联酋矮症患者 在社交媒体上苦苦哀求踩着远柱 为他的治疗提供资金时 这位王出自掏药包支付全部的80万美元 在迪拜世界杯上获胜后 Fazza还向迪拜自闭镇中心捐赠了600万美元 他甚至还未被派往中国观看 成员花掉一笔又一笔的钱去旅行 他们去了冰岛 坦桑尼亚 加利福尼亚 加拿大 意大利 阿联酋和其他武术的地方 当然他们四处旅行时总是只有两种方式 首先是乘坐父亲 Shed Muhammad及其昂贵的私人飞机 Shed本人使机上拥有两架波音77BBJ 而每架价值就约3.67亿美元 这些飞机可以容纳25到50名乘客 里面配备了最豪华的内饰 私人助力和飞行员 以及最美味的食物 但当Fazza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不想乘坐爸爸的豪华飞机时 他们乘坐的是阿联酋航空公司的头等舱 票价各不相同 这里只给你一个大概的数字 飞往纽约和迪拜之间的头等舱票价 通常在19000美元左右 如果给你1亿美元 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